有苦难言 刘翔首度公开北京奥运退赛内幕 提前受伤消息 被严格保密布达佩斯世界游泳竞标赛 孙杨因为体力透支 退出了1500米自由泳的比赛 对于孙杨退赛的决定 大部分网友都表示支持 也有网友感慨 孙杨退赛 大家的态度是这样 那么 当年刘翔退赛 大家为何却一片骂声呢 雅典奥运练到有兔 终于夺金刘翔在接受媒体采访时 终于谈到了他的三届奥运会 雅典奥运会前 刘翔曾在法国李昂市内田径大奖赛 遭遇误判 裁判掌握 把他当成了摔倒的美国选手 取消了他的第三名成绩 当时 刘翔立下誓言 凭什么黄种人在这个项目上 就一定要被人看低 说到做到 在出征崖点前的两个月高强度训练中 刘翔常常累到大口呕吐 终于 他创造了黄种人的历史 中国竞赛的历史 2008年北京奥运会前的两个月 刘翔在国际田连黄金联赛纽约战前 突然肌肉拉伤 退出比赛 当时 现场的华人对此很理解 用掌声和加油 声 为刘翔打气 教练孙海平在接受媒体采访 石头掳了刘翔有伤的消息 但外界却一致认为这是烟雾带 北京奥运退赛 我没有做错什么 2008年8月16日 北京奥运110米蓝的赛前两天 刘翔被确诊 为右脚跟腱炎症 但是 这个伤情被严格保密 就连刘翔的父母都不知情 8月18日比赛当天 虽然医生在赛前通过强力揉挫刺激 采取以腾治疼的治疗 但刘翔的伤情并没有缓解 教练孙海平揣着救心丹在场边观战 或许他预想到了接下来可能发生的一幕 接下来的故事无需赘述 现场广播播报 刘翔退赛 时隔多年后 刘翔说 身边的人都是为我好 过于保护我 替我说话 不让我发出自己的声音 比赛前我的根骨就肿胀了 一个星期只能上一两次强度 但我自己也真的没想到 最后会疼得不能比赛 看到网友和观众的谩骂 刘翔说 为什么那么多人骂我们 我们没有做错什么呀 伦敦奥运商退 就算跟剑断了 我也要上2012年5月19日 时隔5年后 刘翔重新回到国际田连积分榜首位 命运是和其相似 伦敦奥运开赛前 刘翔在钻石联赛 伦敦战决决赛前因伤退出 理由是肋肩肌 有酸胀感 在伦敦奥运会的适应性训练前 坐在大巴车上的刘翔 再次感到了无奈和无助 穿上钉鞋 跨一个篮都很难 田管中心的人表态 刘翔 你可以自己决定 上不上场 直接宣布退赛也可以 田径中心会对媒体发布消息 但是 刘翔态度坚定 就是跟剑断在这里 我也上 我没有退路 一语成衬 刘翔摔倒在第一个篮下前 他的跟剑真的断了 最终 刘翔在退场时再次返回 单腿跳着到达了终点 亲本篮下 赛后 刘翔关闭了微博评论 他说 我尽力完成了比赛 没有遗憾 我觉得自己很棒 至于别人怎么评价 我已经学会慢慢看淡了 时过境迁 现在回头来看 你是如何评价刘翔退赛的呢 请不吝点赞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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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